等一下上线的来跟我say hello一下 让我知道你在线上好吗 白针之上衣亲切打招呼 住在英国的Nana妈自爆卷入网红妈妈大战 标题大啦啦写下绝世网红 遭到多名网红妈妈集体霸凌 在群组里面多次谩骂攻击甚至公开留言围剿 连自己怀孕期间也没被放过 原本想息事宁人但不开心继续当软柿子 决定站出来发声 更在文莫标记五位网红妈妈 指控如果当时自己没撑过来都是他们害的 不过遭指控的QQ妹回击 自己也是被公布截图的受害者 并说明聊天群组是五位住在伦敦的台湾妈妈好友 彼此会聊近况明星八卦 但两年半前就没再更新 这个品牌在台湾很有名啊 QQ妹表示没想到这些私下对话 最终成为伤害人的武器 对她造成身心理上的伤害感到非常遗憾 从未想要霸凌任何人被公布私下对话 自己也是受害者 私下已经跟娜娜妈道歉了 不觉得应该在公开网路上再道歉 但娜娜妈解释 QQ妹想要用她抄袭文案来带风向 但对方霸凌是事实 甚至群组还有故意发文批评 把自己塑造成的受害者 只是混淆焦点 TVBS新闻张明如是鼎翼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